纽约消息 据全国广播公司报道 两名知情人士透露 在前总统川普被传讯后不到一天 主审法官胡安莫侃及其家人就收到了威胁信息 知情人士说 类似这样的威胁近期就有数十次 但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另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布拉格及其办公室也持续遭到威胁 这些信息一电话 电子邮件和信件的形式出现 与此同时 作为预防措施 法院方面正在加强法官和整个法院的安全 报道说 川普及其盟友日前曾公开抨击莫侃及其女儿 庭审前 川普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说 莫侃是具有高度党派倾向的法官 莫侃和他的家人都是川普的仇恨者 迈阿密消息 据报道 前总统川普昨天呼吁国会共和党人停止对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资助 前一天 他在纽约出庭应诉 对34项指控表示不认罪 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应该停止对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资助 直到他们醒悟 报道说 尽管对川普的指控是由曼哈顿地方检察官 而非联邦执法机构提出的 但川普仍将矛头对准了联邦执法机构 川普最近还面临着两项司法部刑事调查 这些调查由司法部长任命的特别检察官主持 一项调查涉及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 另一项是关于他离任后依旧保留白宫的机密文件 洛杉矶消息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昨天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谈后 总结三大重点 分别是持续对台军售 加强经贸交流与支持自由民主的台湾 麦卡锡与17位跨党派国会议员 昨天下午举行共同记者会 麦卡锡谈到会谈的三大重点 麦卡锡说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对台军售 确保武器按时送达台湾 其次要加强经济合作 特别是贸易与科技 第三必须在世界舞台上推广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麦卡锡指出 世界紧张局势处于冷战结束以来新高 某些威权领导人 试图利用暴力与恐惧挑动不必要的冲突 台湾与美国常年共同经历了许多挑战 但至今仍持续保持在贸易 人权 科技等议题上的合作 洛杉矶消息 据福斯新闻网4日报道 一名来自加州的警长表示 近年来当地罪犯暴力拒捕倾向日益严重 殉职警察的数量持续增长 加州河滨市警长比安科有30年执法经验 他表示 30年前罪犯被逮捕时 往往会放弃抵抗并承担犯罪后果 但近些年犯罪分子暴力拒捕的情况激增 罪犯越发暴力和无耻 而且加州并非个例 加州数据显示 从2020年到2021年 当地暴力犯罪增加了约5.6% 袭警事件也有上升趋势 比安科认为 类似情况普遍存在于全美各地 其诱因包括从白宫到地方一级的反警察情绪 某些政客对警察的妖魔化 也助长了罪犯的胆量 美国警察兄弟会估计 遭受枪击的警察人数 由2018年的237人激增至2021年的346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